我們看一下妳年輕的身材 我真的好帥 以前年輕真的帥 這一張是空前絕後了 現在絕對不會有好不好 妳真的是穿丁字褲嗎 我們是一到後台 我們就穿個丁字褲 因為男生都要穿丁字褲 跳舞是不穿內褲的 對啊 一出去就是這樣 女生就開始幫妳換衣服 那妳毛都要修掉 一定要修 這樣子然後全部都擦出來 就是我們是很開放 很開放的 我覺得他應該也還是一樣很漂亮 好輕秀 好可愛 妳長得好可愛喔 對啊 可依姐妳以前長得有點像那個李立貞 我姐夫以前在看她的電影的時候 都說她有點不好意思看 因為她覺得好像一直在看她的小姨子 妳跟我們看一下妳年輕的時候照片 我跟你說她真的她在台上第一名 真的帥 以前年輕真的帥 有帥耶 以前跳一定是這樣對不對 對 真的耶 還帶著笑容跳 對啊 好帥喔 不太一樣 你剛剛還沒有拔耶 你以前還拔得更兇 拔是什麼 拔就是整個要往上 往上 那腳尖就要墊很高 我們在做表演的時候 就妳不能只有這樣停住 停住的時候妳要去延伸 延伸 這不能停的 對 那她那時候是芭蕾王子 為什麼妳沒有 她 那時候菜很多 但妳們那時候認識的嗎 妳那時候看很多 那看一下妳的照片 是巨型 我啊 我覺得她應該也還是一樣很漂亮 親秀好可愛喔 妳反而現在年輕耶 拍一些雜誌 MV 雜誌 廣告 什麼歌我想 新小七叫 叫 說謊的女人 妳在哪裏 哪一個字 就這一個啊 這一個 喔 好像天心喔 我剛剛以為是藍心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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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天心喔 她以為是藍心美 好漂亮 方澤斌那個是很多個女生 這個是我 運動型女生 中等美女喔 聽到是喜喜女生 可是我現在還會想想 妳是現在想想 中等美女 哪個妳年輕的照片 怕什麼 拜託 妳一定年輕的時候 一定很美 剛剛寫個美對不對 妳看我寫正 正不是因為我是正面喔 因為我以前的偶像是那個 依能靜 所以以前好愛學她喔 好像耶 真的很像耶 沒有動作像 但妳長得好可愛喔 對啊 妳的動作都是 對啊 有沒有 這個不講我就認不出來了 是喔 我剛剛也認錯了 小飛龍的時候 小飛龍 妳看好可愛 對啊 那時候我去上那個強棒初級 我也有上過強棒初級 旁邊那個許瑋是我的 偶像 我都有看到妳們上強棒初級耶 我都有看到耶 那時候可麗姐妳以前長得有點 有點像那個李立真耶 有耶 喔天 以前都這樣說 尤其他那時候拍比較性感的電影的時候 這個已經可以合格在擋泥版了耶 哈哈哈哈 看到喔 這張照片放擋泥版超適合的啊 我姐夫以前在看她的電影的時候啊 都說她有點不好意思看 因為她覺得好像一直在看她的小姨子 哈哈哈哈 對啊 妳以前真的很厲害耶 這是自己跳出來的耶 這樣才拍得到啊 然後一點點妳有大張的嗎 哇填哥妳的青春幾乎都奉獻給 我看 這個很專業耶 這個芭蕾舞 這個是在國家 國父競技館這個在國家劇院好像 這個是你 然後我跟妳講 這一張是空前絕後了 現在絕對不會有好不好 因為現在整個身體跟灌了水一樣 你這個是穿丁字褲嗎 這個還穿著三角褲 或者穿丁字褲上台的 喔 那個時候舞台可以這樣穿 對啊 我們去香港 我們去代表台灣去外面表演的時候 老外非常喜歡我們這些小鮮肉 因為老外身上都有毛嘛 我們是曬的古銅色 抹了油 亮亮的 老外超喜歡的 那妳那時候她在那邊跳舞 我也在那邊演啊 你也在那裡 那是我爸爸他們結婚的照片 黑白的 黑白的 但是是舞台劇 妳有沒有發現另外裡面有一個人很眼熟 是誰 周欣玲 她那時候很瘦嗎 從年輕才十幾歲就演阿嬤 難怪人家現在演那麼好 對 我們是一到後台呢 我們就穿個丁字褲 因為男生都要出穿丁字褲嘛 跳舞是不穿內褲的 對阿 一出去就是這樣 女生就開始幫妳換衣服 那妳毛都要修掉吧 一定要修 這樣子然後全部都插出來 我跟你講 這是什麼 我的舞伴基本上的生理期 跟她的生理特徵我都要知道 什麼意思 因為他們穿 跳舞是不能穿內衣褲的阿 喔 因為當時會 妳一抱她 一戳她會皮會脫掉 所以我們衣服都是反穿 要嘛她穿肉胎 她們透明 流汗就是透明的 所以女生也不能穿 對 那她們生理期我一定要知道 為什麼 因為跳舞妳雙人舞跳 有時候妳要從胯下一抱 妳要甩 是是 然後身上就沾到血跡這樣 對會 因為跳到一半有時候就跳出來 那我們就跟妳生理期來了 去換一下 就是我們是很開放很open的 是 在那藝術圈正好 我們出國的時候 老師盯我們盯什麼 你知道嗎 檢查所有的行 有一次我們第一年 要去香港IPA 我見到翁宏的第一次 她還是學生 我們出國行前 全部都講完的時候 老師突然跟妳講 記得戴保險套 為什麼要戴保險套 來了嗎 對 我也愣住 她說我們不鼓勵人家用 但是當慶公宴來的時候 Celebration 全世界的頂尖學生都在那裡 她說萬一你們喝了酒 慶公宴要用的時候 記得拿出來 棒棒我們需要教育 如果有機會讓妳再回到20歲 妳還會做一樣的選擇 過這樣的生活 太累了 不是太累 因為如果再讓我回到20歲 我也好好讀書 因為我是個不愛讀書的人 因為我到現在 我會滿意現在的生活 但是如果說 讓我覺得讓我再重新再一次 我也從國小開始就好好讀書 因為我會想要當醫生 可麗姐妳有沒有想過 如果妳可以回去 有時光心妳想回到什麼時候 其實我說真的 我可能會回去 然後謝謝她 謝謝誰 謝謝曾經的自己 因為妳知道 我曾經有一年去做催眠 然後那個催眠是 現在我催眠 我去看未來的我 但是我看不到她 她說好沒關係 妳換個角度 等於我換了一個角度 我變成未來的那個我 然後看著現在的我 她說妳有什麼話要告訴她 我不騙妳 她一跟我講這句話 我那個眼淚 啪啪下來 妳知道那種感動是 我告訴她說我非常謝謝妳 我非常謝謝妳 妳那麼堅持 讓我今天可以成為現在的這個我 所以我就覺得說 如果今天我回到20歲 我也要謝謝她 雖然20歲的時候的自己 可能不是那麼成熟 但是我覺得也是 因為這所有的過程 才有現在的我 所以我如果真的可以回去 我應該會去謝謝她 妳咧 如果妳要回去的話 妳要去哪裡 幾歲 妳不要跟我說媽媽 媽媽也有了吧 媽媽還有我外公 因為我從小是他們兩個帶大 現在他們都不在 但我也很感謝現在身邊 有一個窒息 陪伴著我 我也是 太多了 我的天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